日本陆俄岛县知事盐田康一帅团队参访屏东县 并在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大使谢长廷 驻福岡办事处处长陈俊明岳阳视讯见证下 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副所长 市之县一郎等人官礼下 与屏东县长周春敏签署MOU交流协定 场面简单隆重 在仪式完成后周春敏特别准备 印有盐田知事人像的横春月勤相赠 盐田知事也回赠洛岛传统工艺及金植礼品 作为地盟纪念品 双方期待未来在教育观光农业等各领域 更进一步合作 深化台日友好情谊共荣共好 那后续我们会秉持着之前 很好的民间的交流的基础 后续透过官方更形成全面双面 而全面的一个交流 那在今年我们的2024的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 最先上场的就是我们的日本馆 那其中有很多很多非常丰富精彩的 鹿儿岛线的这个特产 也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到屏东 在签署MOU前 盐田康一与团地走访了原住民族文化园区 胜利新村平宴1936文化基地 即到屏东灯节泄民公园赏灯 甚至到夜市体验屏东小吃 屏东多元迷人的面貌 让鹽田之士等人印象深刻 那光在市区之内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屏东这里有很多的物产农产文化等等 这些其实在跟鹿儿岛线里面 都是有很多的共同的基本的东西 那在与今后也有关就是在交流 彼此交流方面希望能够透过 这次FMOU的一个密集 彼此在不管在农产品水产品等等文化方面 或者甚至在比如说青少女之间的彼此 一个交流的交流还有观光等等 多方面的一个交流更深化 屏东县在2020年疫情期间 因援助防疫物资与鹿儿岛线结缘 双方经过多次视讯交流建立深厚情谊 鹿儿岛线还响应屏东举办的活动 数次派员共相胜举 即将举办的2024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 今年新增日本馆鹿儿岛也会参展 县府表示此次签署MOU更为双方友谊写下新页 未来必然能建立双方地方政府及人民间 更紧密的关系促进彼此的教育文化观光 和经贸实质交流 记者张如云柳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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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